欢迎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 那今天马西亚公开赛 戴茨盈在女单的金牌战上 要来碰到中国的摇雪 当然在第一局的比赛 戴茨盈打得就非常的沉稳 而且还蛮精彩的 21比实习事先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那当然其实关键要来看到 其实第二局双方换边之后 整个球场的风势是整个颠倒过来 戴茨盈能不能够重新再赶快 掌握到整个球场上的一个状况 可能也会影响到他在第二局 尤其前半段的整个比分 不过因为在于他今天的一个 往前的一个掌控跟技巧上的一个配球来说 其实表现的都非常的高水准 所以相信他在这场一个顺风的一个状况来说 相信他可以再往前制造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为自己做一个后场进攻的一个角度 然后迫使摇雪 然后迫使摇雪的一个防守上的一个范围 突破到一个得分的一个状况 第一球戴茨盈要勾到对角 可惜质量要求的是太高了 放荡窃外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戴茨盈在往前球呢 是不断的想要做一个强望的动作 知道自己在后场可以做一个变拍的一个切球 或者是边拍的一个杀对角线的一个进攻球 哇 就是戴茨盈自己起高之后并没有掌握好 也没有预测好整个摇雪的一个位移的位置 对 战时在第二局戴茨盈是1比2 1分的落后 我可以看得出来戴茨盈这一拍掌握得非常好 而且也直接判断了摇雪的一个发球上的一个质量 并没有到后场 所以他能够直接做一拍的一个直线杀球的一个掌控 所以也能够直接做一个发接发的一个直接得分 而且看得出来他在球场上的一个信心度呢 也经由第一局的一个胜利拿下之后 其实他在第二局的目前的一个发挥来说 也都非常的有自信 那另外就是要来谈到今天他的对手摇雪自己的失误 也是出现的比较多 在尤其是揭发的过程当中 其实往往可以让戴茨盈这边很轻易的就来收下比赛的一个分数 对 刚刚那一拍戴茨盈在右后方做一个变拍杀对角线的一个位置呢 角度呢非常的漂亮 所以也导致摇雪回球的一个质量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即使他将球回过了之后 戴茨盈还是补上了一个往前球的一个技术球 也导致了自己摇雪一个失误的一个情形出现 很可惜这个球戴茨盈没有将球过度一个摇雪的身高的一个高度 反而是刚好球落在他的一个反手拍的位置 直接将球点下 所以自己在一个脚步上的移动也都造成了一个来不及的一个状况 哇塞 这一个球 戴茨盈的一个起跳的一个能力看起来是非常足够 并没有因为第一局的一个僵持之下呢 就是有一个体能下滑一个状况 而且看得出来他一个直接一个一步起跳杀球的一个威力 看到其实来到了整个球场的画面的下方这个球场 那其实顺丰的位置自己发球的一个质量 要来好好地再斟酌一下 这个球防守的位置非常地漂亮 而且能够在第一时间呢 直接判断姚雪能够杀直线球的一个判断的精准度 而且回球的一个质量来说呢也非常的好 所以让摇雪做一个大角度的一个移动 有时一个正手拍右后方被动式的一个变拍 今天戴智颖这颗球呢也出现了两次 这样子一个球路呢也着实地破坏了摇雪的一个 左右脚步移动的一个破绽 因为毕竟在身高的一个高度来说呢 那在一个左右移动的一个缓慢来说呢 戴智颖呢今天在做一个左右调度来说也非常的成功 那其实看到戴智颖的这一板就是相当有力的一个状况 哇这几拍的球呢戴智颖跟球跟得非常的快 然后虽然这个球呢做了一个比较平高球的一个 后场左后方的一个回球 不过戴智颖的一个跟球的速度来说呢也非常的快 所以也让摇雪自己出现了一个非压迫性的一个失误 尤其刚刚戴智颖拿下这一分的时候可以听到他哦 大喊一声了帮自己来打气了 而且现在戴智颖已经完全进入到整个比赛的一个状况 而且从虽然说战于这个画面下方一个顺风一个状况 他能够很成功的场握住一个往前球的一个处理 然后找到一个能够制造一个后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而且都能够好好的掌控一个进攻的机会 没错其实在顺风方在进攻上 只要能够有他的掌握的话那就是有力的一方啊 现在是打出了一波4比0的攻势 今天他在做一个 他今天非常注意摇雪的一个下压式的一个进攻的球路 所以他在防守上呢都能够呈现出一个非常沉稳的一个回应 那导致连续进攻的一个摇雪想要做一个急于进攻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自己往往会出现一些失误的一个情形产生 没错 没错今天现在感觉摇雪这边是真的比较急躁了一点 哇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前球的一个质量 而且小代很成功的去做了一个防守的一个脚步 很可惜啊 刚刚这次脚步是已经被调动到 虽然一个反拍的处理室来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还是让摇雪长不到机会啊 对 因为他预估摇雪应该是要去做一个杀球的一个动作啊 结果没想要摇雪直接做了一个变拍的一个动作 很漂亮的一个发接发的一个晋升球的一个处理 不过很可惜想要继续跟摇雪做一个往前球的一个对抗啊 自己出现了一个掌控上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失误啊 差了一点点哦再往前的一个处理的力道 哇现在戴智英在一个后场的一个掌控来说呢 出现了一点小乱流并且没有好好的掌握住一个进攻的机会 那现在十比七戴智英还会有三分的领先优势啊 看看这一段调整的时间能不能够再重新的稳住正脚 嗯 不过他在这几场比赛里头常常是会突然连续性的一个十分哦 不过应该都可以说你的化险为宜啊 对而且他刚刚这个球的资料放得非常的好 所以也会自己制造了一个杀球的一个机会 十一比七戴智英现在带着四分的领先 要进入到这次暂停的时间 休息一下再回到转播现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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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